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香港爬道 我現在在鹿之園 金魚街的鹿之園 之前介紹過的爬店 樓上鋪金魚街 我今天在網上和一位師兄買了十幾隻 白肉的蝸牛 白肉蝸牛 它其實是一個給別人吃的 人也會吃它 有些人會拿這些來餵龜 餵其他蜥蜴都會 也是飼料來的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蝸牛 因為很小 未養爬蟲之前 有時上學 看到蝸牛在樹上爬 我會捉一些回家裡養的 那時候都養到死了 那時候幾歲 還很記得 那天我上網 香港寵物交易區 看到有人賣這些白肉蝸牛 很有趣 肉白色 聽說可以養到很大的 可以養到整個網球那麼大的 為什麼它可以這麼大呢 它都是屬於非洲巨型蝸牛屬 它是屬於非洲大蝸牛屬 叫做馬魯羅科的學魂馬魯蝸牛 不好意思 我第一次養這些蝸牛 所以我忘記了 那它聽說可以養到很大隻 還有原來蝸牛有五至六年命 如果你養得好 那這些全部都是人家CB的 即是人工繁殖在香港出生的 那價錢也不貴 幾十元一隻 那它們主要都是吃些切了的瓜 吃些菜 送頭送尾那些都會吃的 那些蘿蔔 都會吃的 那樣子就養它們 由於時間的關係需要些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養它們 濕濕的泥 主要都是夜泥最乾淨 剛才我用了兩塊椰磚 就丟了下來浸水 這樣就拆亂了OK了 拌勻了 一個夠大的缸 我自己養東西就喜歡給一個大一點的缸 那我給一個最大的膠箱 暫時應該都很舒服的 那我現在見到下面有些菜 那這個就是之前賣給我的那個人 跟著的 他說拿到出來都已經吃到爛了 那些菜其實很大食的 這些蝸牛 天天餵 冬天懂得自己冬眠 那樣子 還有些什麼要說呢 那養它們最重要是補些鈣 剛才這裡的老闆就很好 好 提醒我 養窩牛一般就不加鈣粉 原來那怎樣補鈣呢 就下這些這樣的骨 這些這樣的蜜魚骨 主要這些蜜魚骨 平時我們養爬蟲 例如龜那些 放下去給它慢慢咬的 這是蜜魚條骨來的 那就是很高的鈣 那有整條 或者你可以把它咬斷一半 好像我現在這樣 咬斷一半 放一半下去 它們會自己在這補它 補充一些鈣 補充一些鈣 如果你怕夠鈣會發霉 可能你會用些東西墊著它 才放下去 那每天為它們吃些瓜 吃些菜 希望它們快高長大 但如果去到真的很大隻的時候 一定會很過癮的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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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